今天我们准备的是比较充分一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Rise来呢 也让整个球队底气 底气比较充足 比较充足 我们等这一圣呢 我们到处都在找生命过去 所以我们很痛苦了 过了十二月份 也过了不是人过的生活 球员也很辛苦 教练们也很辛苦 所以十二月份呢 我们过得很痛苦 很辛苦的日子 虽然这一圣来得比较晚 但是我想新年新气象 我们借着新年营球呢 带阵球队反弹 完好的石头 这个趋势往上走 当然Rise今天来了 也不管在防守或在进攻 整个球队的底气比较充足 他的得分跟他的吸引防守 也帮助了球队解决了一些困难 不过我想双方都提供了一场很精彩的球赛给球迷 双方都很努力 最后呢我们还是靠自己 命中力拿下这场比赛 难磨了三分 悲蜜的拔球 这个是我们过去常常领先到被逆转所犯的毛病 今天我们处理不要浪 感谢居然的苹果精神 谢谢各位 我们在这场比赛 是一场比赛 我的第一次运气 我听完 他们还做了一场比赛 是在这场比赛 因为他做得很舒服 做得比赛 在这场比赛 我感觉到第一次运气 我希望我可以到达到这里 像我说了 我们就有个人会有关的 打了90%從中的打球線 我們把他打開的角色 Femi做了一些很好的 Cat 打了 Wolton 打了3 打了我們 我覺得是很棒的 他說來打的第一場 你其實覺得蠻好的 他的隊友幫助他很多 送球給他到好的位置 或者是找他處理一些問題 那他是說他 也希望他本來可以早點來 可是因為簽證了一些問題 像我們今天把球投就成 那最後面其實 Femi跟政府都有一些 很關鍵的投籃跟出手 都有把握到 我想請問在第四節 一開局的時候 現在第三節雖然說得分比較少 對手有左一些 但是可能稍微他維持在 因為上半場拉的領先夠大 但進入第四節之後一開局 是直接被對方打 10幾分比0這樣 那對於當時常常的這種配置 或者是 會可能是因為瑞銘還沒有足夠融入 那會怎麼樣去調整 延續勝利 第三節我想 對於很多領先 很快就領先的球隊 這會有這種問題 那我第三節開局還是先發 同樣的人 同樣的人 我想 在作戰的精神面 對面呢 也不要鬆了 也不要放鬆 從這個防守上面呢 不敢正面的去提早做防守 而是說 更多的身體的 主動去做防守上的身體的這種對抗 那個地方鬆了 不要鬆碎 不過我想 這一切都是教練的工作啦 這樣子啦 因為方法總是比困難多嘛 我可能用別人 用他 或是打什麼 任何不同的戰術 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啦 這個就是教練的問題 那選擇上的問題就很難講啦 就是事後嘛 我想也知道啦 舒染桌球 也知道球員在 關鍵的時候 或是 分數比較緊的時候 或是時間比較緊 時間快結束那一傷 壓力來的時候呢 我也做一些修正 從他們的心理上去 比較多的是 讓他們不要害怕 不要緊張 正常去打球 這樣子 很重要的 銀球控制 這樣 那一段呢 算我醜一啦 第三集 這樣子 因為我會擺上這個手幫呢 應該是我認為是最好的 那幾個把分數拉開了 這樣子 所以呢 這個就在中場的時候呢 沒有把準備做好 中場 開這個準備會的時候 沒有把他在 像開賽前 再囉嗦一點 再說一次 希望球員更 集中注意力 在下半場上 這算我的醜一啦 OK 這樣子 謝謝 目前 他身體還是熱療 但是有這些 冰夫 我覺得 對一個老球員來講 他那麼拚命 那一球我想 可能就會有影響到 會有影響 應該有影響 我覺得 最起碼要有三天來修夥 對對對 對一個老球員來講 他的拚正精神是可以 足夠讓大家去配合 這樣球 他也是他跳出來那一球 抗壓性 別心 幫助球隊 謝謝 第四節最後 追分的那一段 因為彈力鍵 打了44分鐘 所以後面他在做很多法照的時候 就是 他可能做了卡位 第一排 但第二排 就沒有辦法再去跳起來 撞下籃板 那他自己有反映過 他可能對上場時間 自己的想法 會不會太累 或怎麼樣 沒有他常常跟我抱怨 他應該跟多的時間在場上 對 像前場久 他根本跑不動 我把它換下來 所以他說 我應該在場上多一點時間 所以他自己也不曉得他自己累 不過他有這種作戰的精神 我們需要他這樣 我們已經很大了 還願意 努力的幫助我們去作戰 我想他剛剛來了 他需要時間 慢慢的 銀行員的這兩隻 大個兒 講真的 如果是自己的球員 會很開心 對方球員看來很討厭 他也很厲害 很難 這兩個他技術很好 編戰精神也很強 一旦塔壁如果下來了的時候 我就會感覺到 在我們的家裡 比較沒人 客廳很空 所以他下不來 必須他在上面 應該在上面 所以 當然 雙方都想贏球 最後我們還是 這是球員通過球員的努力 還是拿下比賽 謝謝 我就要問若夢 司elers的包多可打 相當 record 是 誰有千位 00 支營 你需要ег ôm你自己提供 Kantai35 niet 怎么 even needed too much ýers from when I am treinens bench is, what can I do more I mean I got to put a lot of fouls today likes to me I mean if they filed me when I drive I mean I'm looking for my team mates so I'm just trying to get a shot up if they found me so I can get to the prethrow line But finding my team mates if they doubling I was trying to give it up early So I mean I think we play good 我真的要熟悉我的組合 我可以做到每天都要做 做好教練的做得更好 我一直說得更好每天 我們希望我們做練習 我們可以再一次再一次 試試一下你覺得這次的防守? 你不記得這次的防守 不一定是非常有反應 我對這次的防守 對呀 我喜歡這次的防守 他今天其實被犯規很多 他其實切入的時候都在找隊友的空檔 可是因為他們有一直犯規 所以他就是要想辦法去製造那個投籃出手的犯規點 那他覺得我們今天其實打得不錯 其實去熟悉隊友跟磨合這個團隊就是要時間啊 那他有一個說法就是每天要比前一天一趴的好 對 I also had a question for Rice, for Mr. Rice After you joined, the team stopped the losing streak and what do you think that you brought any changes to the team after you came into the team? I was just talking to coach about it, energy, defense, just not offense both sides of the ball, fitting in with my teammates I mean, everybody, you know, chipped in today So it was a team win and as long as we could do that Every game, we're gonna have a chance to win 他說他其實才剛跟教練聊完這個東西 就是其實防守的部分跟進攻的部分都有帶來一些威脅 那其實我們團隊如果一起打 那種team的籃球其實打贏球的機會都很大 Game has one big key and I think that is how we started the first quarter We have 3 out of 16 on 2 points, 2 out of 10 on 3 5 out of 26 are too many miss shots That at the same time give us put out with doubts on the game And they were able to run and to score And I think this 13 30 on the first quarter was the real key of the game 這場比賽最大的關鍵是我們開局我們的兩分球16頭中三 三分球10頭中二總共26頭中五的命動率 代表我們的進攻真的很不順 那讓我們對比賽還有很多的決定都非常的猶豫 那也讓對方有辦法導出他們的節奏也快攻也跑起來 這是這場比賽最大的關鍵 第二節是開始 俊翔開始攻擊籃球 然後展現很強烈的進入了季徒心 那我們大家看到怎麼去進攻 然後我們也慢慢把節奏找回來 這是我們第一節沒有的 在第二半中 我們的激動力更好 我們能夠跑更多 我們開始覺得我們有機會 去戰鬥比賽 我們有三次 三次 三次 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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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沒有攻擊 甚至是有機會 要更加激動 甚至有機會 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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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追回來 甚至我們沒記錯的話 也有三度是領先的 但是我們在77比73的時候 這個比分停太久 我們那段時間很多的把握 把握性沒有那麼好 很多的上籃 其實應該可以投進 我們沒有進 讓對方最後有機會 再度把比分追回來 但是 我會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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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場比賽是很難 到達到這種情況 可能他們沒有選擇 看能不能贏 我明白 敵人能感到很難 因為我確實知道 他們有機會做得更好 對於最後關鍵 這球俊翔跟丹尼爾 疑似溝天氣球 教練覺得他非常失望 因為其實裁判是有機會 先去做推判 當然看了回放 不管裁判最後是推 這球進轉或是不進 或者是進了球 我們打現場賽 當然我們也有可能輸掉 但是重點在於說 去年聯盟有跟各隊開會 是說把這個 可以挑戰購丹尼的規則改掉 因為裁判就是說他們 有這種爭議的球 一定會先去推判 再去看回放 所以讓我們教練 就不能去挑戰這種球 但是最後裁判 卻沒有做這個推判 就讓大家很可惜 沒辦法知道最後比賽 如果真的打下去 會是誰輸誰贏 他相信裁判可能也會 對這個沒有推判這件事情 感到非常的可惜 我想要再重複說 我真的覺得 他們會感到很可惜 而且這不是很清楚 我沒有攻擊裁判 他們做錯 我們也做錯 我們也沒有失去 我們也沒有失去 我們已經失去 但這一點很難 知道他們有一個技術 而他們沒有用 我會再重複說 可能我們會失去這遊戲 相信裁判自己 可能會感到很愧疚 但是他這個 說這計畫的原因 我們是要攻擊裁判 因為其實大家都會犯錯 所以我希望用這個 可以使用這個 信心 回到公司的規定 我們可以挑戰 如果他們做錯 因為今天我們會失去 知道我們能夠贏 那他就想 藉著這一次比賽這個機會 這一次比賽這個機會 想要 希望聯盟可以 改回之前原本 批法的那個規定 因為這樣我們才可以有 機會知道說 像類似的情況 可以發生 最後比賽誰是 誰出誰 前面剛上去的時候 自己也會有點 擔心說 可能還會再受傷之類的 然後 可能 第一次被換下來的時候 覺得自己說 不要再想太多 可能自己再上去的時候 就是 反正從 防守做情 對啊 然後讓自己有信心一點 就是 一般的進攻 都可以 持續這樣做 對啊 基本上來球場 就是 有人不想輸球 那其實 在經歷年代 我的隊伍 其實我們去年 也都經歷過 那其實有一些些許的壓力 造成我們 相關上可能 沒有在 整個 團隊的狀況 那我覺得 這一點比較可惜 還是沒辦法 拿下 勝利 那也很開心 今天想說又開始 福哥球隊比賽 希望他狀況越來越好 我們的球隊也會越來越好 我們球隊也會越來越好 像他今天所示範的 他知道怎麼玩這遊戲 這遊戲 很困難的 這遊戲 他對著 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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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 我認為 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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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最疑強的 奇賽 最主要在於說 他是一位很有經驗的球員 他能在這種 交阻的比賽 做出 我們原本的陣容上 做出一個突破 再來他的 防守也是非常的紮實 這些都是可以讓他 讓球隊更進步的地方 再來是他的 閱讀比賽的能力 是我們其他拳員 是比較缺乏的 真實的事 我沒有想到什麼 因為 我最喜歡的是 他展示我所有的事情 他可以做 你必須要明白 每個球員 有很多時間 在玩 最初 他必須要找到 他的感覺 他很棒 他在最初 就知道 他必須要在哪裡 在這 我實際上 我實際上 因為 我看他每天 他會在這裡 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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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要做 我只想到他 我曾經說 他 是 看他笑 和 玩笑 當然 我們其實也不會過度 期待球員 做出什麼表現 尤其是像傷後的球員 非常需要很多時間 去回到球場上 以找到自己的節奏 但是以前 他自己非常知道自己的定位 我們對他也是會很有耐心 因為我們每天都看著他復健 跟我們的體騰教練 連科做復健 不管是身體上的 還是心理上的 教練對他唯一的期待就是說 希望他可以每天帶著微笑 來到球場 好好地打球 球隊整個都在混亂節奏的時候 包括自己的三邊球 其實 知道自己手感沒有到特別好的時候 想要讓自己嘗試力的不同 恭喜的方式 就幫助球隊 那 其實我覺得 這場球的很多關鍵時刻 我自己的球一球還是有欠缺的一些經驗 像其實最後幾球 其實我覺得 很可惜 我覺得我自己沒有做得很好 因為上一次出賽已經是十一月了 十一月了 對對對 那其實 今天感覺進攻的出手選擇 好像相對來說是過去有許多 想請教一下可能 這段時間有做哪一些的 對 哪一些的調整這樣 其實因為你知道 第一場的十一月 都對過好的時候 那時候自己 如果有恢復到很好嗎 我覺得 那時候也還好 但是 聽得過這一個月 其實我在場下 我也是去 人家看他們打球 我也是 也在慢慢學習 對呀 既然不能上場到我自己 就從 思想開始去 學習吧 對呀 可能 到現在這樣 還有些東西要 要進步 我也會再 慢慢地 展現出自己 就是會的東西 對呀 那一翔那目前 身體的狀況 恢復的都差不多了 今天打我覺得都還可以 就是說 因為 可能教練 覺得說 不要上太久 就是 對呀 謝謝